欢迎来到华尔街科技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是专门关注的科技界的各类资讯和消息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支持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频道 首先来关注中国国药疫苗 美国医学会期刊在5月26日刊登了 中国国药集团旗下两款新冠疫苗第三期的临床实验中期分析结果 报告显示两款疫苗可以提供预防症状感染效力超过七成 和之前的效果差不多 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有效率五成以上的要求 世卫本月初已把中国国药生产的疫苗列入了紧急使用清单 而中国卫生部门亦在今年稍早批准国药疫苗上市 疫苗还在印尼伊朗巴基斯坦等几十个国家获得紧急授权使用 但近日澳门有曾打两剂国药疫苗的民众在外游后还是确诊感染病毒 另外主要在印度发现的B.E.617变种病毒引发了外界优利 疫苗能否对抗变种病毒 澳门当局表示 市主是在打针之后不足14天就外游 以至未能产生足够抗体 但它属于无症状患者 显示疫苗仍有一定的保护力 而有关中国国药疫苗的临床测试是在中东国家进行的 该区变种病毒并不普遍 因而暂时无法提供与变种病毒相关的数据 美国医学会基幹发表的国药疫苗研究 针对分别由中国国药旗下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制和生产的两款疫苗 WIV-04和HB-02 疫苗所用读住样本来自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两名患者 研究于去年底开始在阿联酋80进行 超过4万名18岁以上成年人参与测试 被随机平均分为三组 每组约1.3万人 分别注射两款疫苗 每款接种两剂 此外还有安慰剂 结果显示在监测期内 接种了两剂疫苗的人在14天后会产生高低度抗体 形成有效保护 且全人群中和抗体扬转率达99%以上 而具体确诊数字方面 安慰剂组出现95起有症状个案 其他两个疫苗组则分别有26和21宗有症状个案 其实两款疫苗保护率分别为72.8%和78.1% 报告称两款疫苗都大大降低 有症状新冠的风险 研究人员也安排了在埃及和约旦做测试 但最终分析结果中会加入这两国的数据做更全面的分析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测试主要对象是健康年轻的中东男性 不能直接推断疫苗对长者女性长期病患者的保护效力 而有关研究也没有研究疫苗能否防止无症状感染 而在众多参与者中只有在安慰剂组出现两宗严重症状确诊个案 所以也无法推论疫苗能否预防严重新冠个案 我们来到下的消息 关注脸书 脸书目前已经解除了对声称新冠病毒是人为制造或改造的相关贴字的禁令 这一政策转变反映出围绕疫情起源的辩论不断深化 近18个月前在中国武汉首次发现了新冠疫情 华尔街日报在上周日的报道称 根据此前一份未披露的美国情报报告 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员 在2019年11月时病情严重 寻求住院治疗 脸书在本周三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称 鉴于正在进行中的新冠溯源调查 以及于公共卫生专家的协商 我们将不再从我们的应用中移除 新冠病毒是人为制造或改造的言论 脸书在2月份开始禁止声称 新冠病毒是人为制造或改造的相关言论 此外还禁止了一系列误导性的健康说法 脸书还在本周三的声明中表示 我们将继续与卫生专家合作 以跟上疫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并随着新的事实和趋势 显现定期更新我们的政策 我们来到下条消息 关注5G在汽车互联中的发展 从人们开始能够通过5G网络相互交流 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年多的时间 现在汽车也可以通过5G技术相互通话 但这项业务可能会发展成美中竞争的另一个争夺点 中国公司在这种基于先进蜂窝技术的车辆通信方面 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 与此同时 美国及其盟友对使用中国的通信设备持谨慎态度 5G在车对车通信中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 但该技术有可能让驾驶变得更加安全 更加便捷 并最终实现自动驾驶 规划者们描述了一个这样的世界 智能汽车相互告诉对方自己的位置和行驶方向 从而防止发生事故 而行人也可以通过手机接收信号 从而得到保护 与此同时 信号灯和路牌可以传递实时信息 防止拥堵 福特汽车公司的发言人舍伍德称 在中国的一些城市 客户已经在使用这样的技术来接收闯红灯警告和其他通知 舍伍德表示 我们相信这项技术在全球具有巨大的潜力 业界和地方政府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建立支持车对车5G通信的系统 并解决安全问题 比如黑客干扰汽车通信的风险 其最终应用是完全由汽车自主协调的网络 不过目前这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愿景 汽车通信的想法并不新奇 在20多年前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 就为车辆之间一种特定类型的短距离通信分配了频谱 在帕一的敦促之下 FCC在去年11月投票将部分频谱分配给了一项不同标准 既有高通公司支持的CVRX 借助现有的普通智能手机网络 CVRX可以利用高速数据传输优势 并于多种设备兼容 帕一已于今年卸任FCC 中国则已研究CVRX服务多年 最初该服务是为第四代网络设计的 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18年在东部江苏省建立的一个市级网络 目前该服务正在向5G网络转换 在2月份与上海举行的一次行业活动中 总部设在慕尼黑的行业组织5GAA的总干事斯普林格 在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 中国的CVRX发展出于最前沿 在过去几年时间里 中国的工业运输政策强有力的巩固了其发展 尽管CVRX已在全球领先的汽车市场普及 但中国供应商在开发该技术主干方面 所享有的先发优势会引起一些摩擦 就像5G本身一样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5月11日表示 美国认为允许中国主要的电信设备供应商 参与或控制5G网络的任何部分 会给国家安全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 关于5G中国政府的一名发言人则表示 设置障碍或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来打压 特定国家的做法违背了科学技术 进步的基本规律和各国的共同利益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继续关注特斯拉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 在本周三表示 更新款特斯拉Model 3 Model Y 将不再被标记为具备一些先进安全功能 特斯拉在本周二称 北美市场的Model 3和Model Y将从其半自动驾驶系统 Auto Pilot里面移除雷达传感器 转而依靠相机视觉技术 NHTSA表示 特斯拉已向该局通报了生产上的变化 该局也更新网站以表明 今年4月27日或以后生产的 Model 3 Model Y将不会再被贴上 证明该车具备 NHTSA推荐安全技术的检验标志 包括前方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 碰撞破镜制动以及动力制动支持 NHTSA的五星碰撞安全评级 至多对思想推荐先进安全技术提供检验标志 汽车制造商可能会使用安全检验标志向潜在买家宣传特定功能 消费者也可能用它来评价汽车 特斯拉此前曾表示 北美的Model 3 Model Y车型在过渡到相机视觉系统 可能会导致车道居中停车辅助等部分功能受限 这些功能将在接下来几周内通过软件的更新形式恢复 在发生一系列事故之后 特斯拉标榜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autopilot 以及全自动驾驶系统FSD 正遭到监管部门和媒体日益严格的审视 NHTSA已对特定的特斯拉事故启动了28项特别调查 其中24项仍在进行中 包括5月5日发生在加州的致命事故 雷达传感器的成本相对昂贵 而且在车辆中处理来自雷达传感器的数据 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 特斯拉此前曾告诉股东 相信纯视觉系统才是实现完全自主驾驶的最终所需 并计划在美国市场转向特斯拉视觉 马斯克在今年3月的一条推文中表示 该公司将转向纯视觉的方式 而纯视觉的autopilot系统主要依赖 每辆车内嵌入的8个摄像头和12个超声传感器 以及这些传感器生成的实时数据所需的神经网络处理 虽然像谷歌自动驾驶公司Vimo 通用汽车Cruise以及Aurora等大多数企业 都为自动驾驶汽车配备了摄像头 雷达以及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 但特斯拉是始终坚持仅依靠摄像头和雷达 来检测和分析物体 这种方法有助于降低自动驾驶的成本 并使辅助驾驶功能更快地实现商业化 我们来到下一个话题 继续关注登月和太空探索 美工宇航局NASA在2020年10月首次宣布了 阿尔特密斯协定的探约合作项目 且首批有9个国家宣布加入 其中包括美国自己 还有英国阿联酋 日本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 但最新的消息是 韩国也刚刚与NASA签署了协议 从而正式成为了参与阿尔特密斯协定项目的 第10位成员国 据悉阿尔特密斯计划是美国在首次 在人登月50余年后制定的第二次探约计划 阿尔特密斯协定是以和平探索 月球 火星 彗星 小星星等为目的 面向参与该计划的国家制定的行为准则 阿尔特密斯协定主要要求各国将遵循一系列的原则 涵盖了从公开发布数据到安全和和平探索月球在内的一切事物 作为拜登政府任期内首个加盟阿尔特密斯探约合作项目的成员国 美国政府预计未来数月至数年内 还有更多国家紧随韩国的步伐 韩国科学与信息通信技术部长林慧书 在5月24日在首尔举行的仪式上签署了阿尔特密斯协定 NASA表示阿尔特密斯探约协定旨在为将来的合作活动 提供指导并解释一切遵循着合并的性质而展开 除了协调各参与国外 阿尔特密斯协定还规定了可在必要时提供紧急援助 同意遵守登记公约以及安全处理活动期间产生的碎屑等 据悉目前韩国正与美国航空航天局合作研发 预定于2022年8月发射的韩国型月球轨道探测器 该轨道探测器将搭载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阴影摄像头系统 对月球极地永久阴影区进行拍摄 为阿尔特密斯计划探索着陆候选点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科技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